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的备忘录香港电台知名主持人梁记章 曾给儿子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很快流传于各大网站 很多父亲看后感触很深 我觉得不止给儿子 其实适合所有人看 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 送给儿子的备忘录梁记章 我儿写这备忘录给你 基于三个原则 一 人生福祸无常 谁也不知可以活多久 有些事情还是早一点说好 二 我是你的父亲 我不跟你说 没有人会跟你说 三 这被网络里记载的 都是我经过惨痛失败的回来的体验 可以为你的成长省回不少冤枉路 一想 便是你在人生中要好好记住的是 一 对你不好的人 你不要太介怀 在你一生中 没有人有义务要对你好 除了我和你妈妈 至于那些对你好的人 你除了要珍惜感恩外 也请多防备一点 因为每个人做每件事总有一个原因 他对你好 未必真的是因为喜欢你 请你必须搞清楚 而不必太快将对方看作亲朋友 二 没有人是不可代替 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 看透了这一点 将来你身边的人不再要你 或许失去了世间上最爱的一切时 也应该明白 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三 生命是短暂的 今日你还在浪费着生命 明日会发觉生命已远离你了 因此 欲早珍惜生命 你享受生命的日子也欲多 与其盼望长寿 倒不如早点享受 四 世界上并没有最爱这回事 爱情只是一种煞食的感觉 而这感觉绝对会随时日 心境而改变 如果你的所谓最爱离开你 请耐心地等候一下 让时日慢慢充气 让心灵慢慢沉淀 你的苦就会慢慢淡化 不要过分憧憬爱情的美 不要过分夸大失恋的美物 虽然很多有成就的人士都没有受过很多教育 但并不等于不用工读书 就一定可以成功 你学到的知识就是你拥有的武器 人可以白手新家 但不可以手无寸铁 谨记 六 我不会要求你供养我下半辈子 同样的我也不会供养你的下半辈子 当你长大到可以独立的时候 我的责任已经完结 以后你要做巴士还是奔士 吃鱼吃还是粉丝 都要自己负责 七 你可以要求自己守信 但不能要求别人守信 你可以要求自己对人好 但不能期待人家对你好 你怎样对人 并不代表人家就会怎样对你 如果看不透这一点 你只会图天不必要的烦恼 八 我买了十多二十年六盒彩 还是一穷二白 连三奖也没有中 这证明人要发达 阿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